迎接中華民國103年 國民黨駐澳洲總支部 以及印尼亞加達台灣學校 分別舉行元旦升旗典禮慶祝 雪梨元旦升旗由醒師團熱鬧的表演揭開序幕 大批僑胞揮舞著中華民國國旗熱情參與 總統府國策顧問黃正盛 駐雪梨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周錦發 以及雪梨華僑文教股務中心主任正介松等人都到場 祝賀大家新年快樂 這是一個感恩以及懷念的日子 我們僅在此祝福中華民國國印昌隆 田底的僑胞新年快樂 國旗緩緩升起 全場僑胞齊聲高唱中華民國國歌 更是將現場情緒帶到最高點 熱鬧溫馨的氣氛也感染了路過的外國背包客 鏡頭轉到同樣位在南半球的印尼亞加達台灣學生的 學校的元旦升起典禮一樣熱鬧非凡 除了舞師精彩表演之外 亞加達台灣學校的小學生們也獻上緊隔熱舞 在熱鬧鼓聲中一同慶祝 國力十足 在新的一年呢我們知道就是台印尼之間呢在經貿上面其實有更多的台商到印尼來勘查投資的環境 我們也預期有更多電子業資訊業的台商會進來 那也有許多傳統服務業的台商也在發展新的局面 印尼今年將舉行國會和總統大選 祝印尼台北經濟貿易代表處持續關注印尼政治與經濟情勢 希望與印尼政府建立良好關係促進台印交流更進一步